那我們進一步細步來看看 離中國股市最近的是誰 當然不是我們人在台灣的這群人 是台商 所以台商對於這次 中國政府他們這個接力組合拳 舊股市舊房市 到底怎麼看 這應該算是他們第一線觀察了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 中國的財政部的記者會 到底還有什麼新招 我們都要來持續觀察它 那郭政客 據說你們訪問到很多台商 他們看這次中國的一個力道 好像覺得好像還是有一點猶豫對不對 對 待在中國很久的台商 看這件事情就會看得非常準 而且他們是老江戶了 所以他們現在是 心裡面是跟著要跟黨一起炒股嗎 炒股跟著黨走 還是心裡面小鹿亂撞 其實現在他們心裡面是小鹿亂撞 就沒那麼確定 所以什麼中國股民現在是 跑步提著鐮刀要上戰場去炒股 可是他們現在是在家裡面 鎖緊門川等著人家來敲門 你知道嗎 現在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要這麼說呢 現在第一個他們看的是財政部的動作 炒股怎麼看財政部 因為財政部今天會公布新的 他們的財政措施 那公布財政措施代表什麼 中國還是沒錢 所以第一個看中國股市會不會漲 要先看財政部到底做了什麼 那為什麼呢 它第一個數字是看財政收入 那為什麼要看財政收入 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 今年的財政收入跟去年同比相比 竟然跌了2.6% 台商說2.6%其實很嚴重 你知道嗎 因為改革開放40年來 中國的財政收入就是政府的 有用稅的收入 竟然是下跌的從來沒有過 除了疫情那一年 經濟一直在往上 當然政府收的稅會越來越多 對所以除了疫情那一年比價差之外 財政收入非常的糟 那如果企業都沒錢繳稅 企業稅增值稅這些都沒繳 政府怎麼有錢去做就做股市 那如果企業都不賺錢 你投資的股票能夠給你回報嗎 所以第一個先看財政收入 所以他就攤開這個圖 這個圖做得非常好 你看中國過去我們常常說 三省三市養全中國 什麼叫三省三市養全中國 就是廣東 浙江 江蘇 這三個省的財政收入 足以廣東 浙江 江蘇 然後加上上海 天津 北京 三省三市就全中國 那我們來看三省三市現在怎麼樣 好 我們來看看 經濟最強的廣東省 是負的 那來看來江蘇跟浙江 一樣都是負的 負的 然後再來我們看北京 天津 上海 好 北京 天津 上海 北京 負的 天津 負的 上海 上海 正的 只剩一個是就全中國 所以整個全中國只剩下上海還正的 可能嗎 所以財商眼睛看來很準 炒股跟著黨走 還是躲在家裡心驚膽跳 因為沒有錢 那發生了什麼事 今年就調成這樣 結果中國政府把退休年齡往後延 從男生從60年到63 女生從50年到55 也延長非常的久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財政壓力大 把這個政府就業的壓力跟全部丟給企業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的事情 那財商看的時候也很緊張 因為如果這個時候延後退休 代表很多老的沒有退休 那中國青年失業率會更嚴重 那台商看了就會更多人 一千多萬的年輕人失業 如果又延後 那這個會更嚴重 那就更多人沒有錢繳稅 沒有人更多繳稅 就會變成一個循環在裡面 那社保什麼都沒 無險一金都沒有人繳 因為沒就業就沒有人繳 所以財政收入看這個事情是非常準的 所以郭忠哥 其實我們都在看那個中國政府 它有什麼樣組合權 央行又有什麼樣新政策 其實那些老江湖的台商看的是 他們的財政缺口現在也補不起來嘛 掉了2.6% 如果再把它歸到企業的話 今年同比相起下滑5% 就企業歸屬企業收到了稅下掉了5% 那代表有更多企業 其實是沒賺錢沒繳稅的 那請問一下沒賺錢沒繳稅的企業 你投資他的股市會賺錢嘛 對耶 所以台商眼睛很準先看這張圖 看了這張圖之後知道政府其實也沒錢 財政部今天能端出什麼政策 一樣要發公債嘛 更多的債還是借錢啊 那台商就怕啊 為什麼怕 第二個我們要看下一頁 看兩個數字 第一個財政收入 第二個是非財政收入 非財政收入就是包括罰款在內 各種手段的收入 也包括賣土地 所以財政收入就是那些稅收啦 正規的稅收嘛 非財政收入就是其他那些有的沒的啦 對 罰款啦 所以現在是小路亂撞 炒股跟著黨走 還是心經膽跳 因為查稅的要上門了 你現在拿了這麼多錢 舊股市 台商怕心經膽跳在家裡 我夜不能眠食不甘味啊 就擔心說股市那麼好 結果查稅的要上門來找我了 錢怎麼來的 錢是這樣來的 所以今年非財政收入成長12% 這邊下滑2.6% 這邊增加12% 那所以中國的自己的官媒 就拿出這個廣告出來 這個說明出來說 你們不要被誤導了 我們今年非財政收入突破1萬億 增加12% 不是都罰款啦 所以換算全中國人 一個人花700塊人民幣啦 不是都罰款 共業大家一起承擔 但是他就是非財政收入 想辦法 因為羊毛已經 養不出羊毛 只好繼續拋羊毛 拔毛用罰款的方式啊 你沒繳稅啊 沒繳稅擔心的是什麼 所以非財政收入就會來了 你看增加12% 所以台商怕啊 接下來就擔心什麼 你可能會消防公安 環保各種的就會上門 然後開始罰你的款 說你環保公安沒有做好罰款 消防衛生沒做好罰款 那所以這個問題嚴重性 比那些查五險一金還要多 所以台商現在是趕快做什麼 不是趕快拿錢去 跟著黨去炒股票 而是開始檢查自己的 每一個部分有沒有做好 例如你的消防 現在趕快去檢查一下消防 關起門檢查消防 接下來看你的公安環保 有沒有做好 因為財稅的人會進來檢查說 你公安沒做好 環保沒做好罰錢 你五險一金有沒有繳足 罰錢 所以中國現在是陷入一個 無問題 你要看這兩個數字 財政收入跟非財政收入 財政收入轉成正數 中國才有人繳稅 有繳稅的國家 企業才賺錢嘛 股市才有投資價值嘛 接下來非財政收入 如果持續上漲 那更多企業是被薄羊毛 被罰款 那所以我們要看中國股市 還是要看聽聽台商怎麼說嘛 如果台商都心驚膽跳 你覺得你還要小路萬賺 跟著進去炒股票嗎 還是觀察就好 不是 但這是不一樣的一個面向 台商可能很緊張 但我們小散戶又沒有開工廠 他也罰不到我吧 那你就是意高人 膽大人進場嘛 所以台商都很保守 先看這兩個數字 看清楚之後 瞭解整個中國經濟的狀況 再來要不要出手 再決定